不过加强军事方面的合作的话 我倒是有吓一跳是谁呢 就是冯德莱恩去了菲律宾 特别还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见面 那到底是冲着什么呢 难不成又是要剑指中国大陆了吗 那你想想看冯德莱恩是什么 60年来第一次有欧盟主席主席去 那这个其实当然很显然的 是不是又是拜登叫他去 大家不妨想想看 然后在聊天室里面留言 我们来看一下冯德莱恩 那之所以要这样做 是不是最近有点让美国的这个拜登 因为他担心他看到一件事 因为最主要是这几天 我们看到这个讯息呢 主要都是针对什么 菲律宾到底军方的态度是什么 到底是要跟美国走 还是要跟这个亲近这个中国大陆呢 一向都是比较亲美的 美国这个菲律宾的军方 在这个时候因为听到 中国的驻飞大使提议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来一个中非的联合军事演习如何 结果菲律宾的将领说可以再看看 再看看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拒绝也没有大意 就是再看一看嘛 那也就是说也不算婉拒 但是也没有大意 那也就是说要看看情势的发展再定 这样的话让菲律宾的空间多一点 有一点转环的空间 然后他也有一点空间可以跟你美国 来去变成一个筹码 说那你要给我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跟我招手了 说我们一起联合军演 然后那你美国 那现在你美国的态度怎么样 那如果你美国你要不就送我礼物吗 那我就说那我这样我就可以拒绝 那如果你不送我礼物 那我可能往中国这边靠一点 那这样的话对菲律宾来讲 他就可以玩弄两大国之间的这个游戏了 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菲律宾 我们看他的国防部长 倒是讲得很干脆 是针对一件事情就是呢 之前台湾这个吴钊燮他提议嘛 就是说台海的这个和平台海的安全 其实应该是全球都要关注的 所以呢还甚至说台非之间 是不是应该加强合作 台非要怎么样加强合作还不知道 但是已经看到菲律宾的 防长说这个几率是零 这个是这样子 因为吴钊燮是在测试 测试就是说 因为过去菲律宾有讲过 台湾有事就是菲律宾有事 那个是小马克思 他们之前有提出这样一个观念 我觉得吴钊燮是在测试 这个菲律宾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那很明显的转了 那也就是台湾有事 不是菲律宾有事 菲律宾已经斩钉截铁了 由国防部部长直接出来说 不对啊我们不跟你联合 你的事是你家的事 我的事是我家的事 我们是这个精髓不换河水 你也不要把我拉下水 这样的情形坦白说会让美国失望 因为美国原本就是努力了半天 美国用尽他的所有的筹码 也就是他的外交部长 就是国务卿了 还有就是他的国防部长 还有就是副总统 然后总统也弄了半天了 然后最后总算把小马克思拉过去了 然后拉拉过去以后变成台湾有事 就是菲律宾有事了 是啊 结果杜特地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以后 又变了 又变了 所以吴钊燮想要撤 结果一撤以后哇打脸了 吴钊燮回头土脸 就是菲律宾防长的那一句话 可能性是零 对那就是回头土脸 那也就是说吴钊燮很明显的 第一个他的外交人员的情报 就是社外人员的情报做得很差 第二个呢 吴钊燮这个团队 就是民进党他们本身的情势判断评估 我不要用很烂这个字好了 我就用很弱 然后呢误判情势 为什么因为有些事情不要撤 不要让他公开讲 你讲出来给人家机会打脸 你不是难看了吗 那打脸了以后他等于是 你等于是你台湾你吴钊燮帮菲律宾 去打脸美国 因为他打脸的是美国 对对对 你知道吗 所以等于是美国人很难看 那您刚刚讲的 逢德莱恩来了 他拒绝的不是吴钊燮哦 他拒绝的是拜登哦 美国对啊 那现在逢德莱恩来了 逢德莱恩越权了 他欧盟职委会主席是执行部门 对 地位定不 他不能去吗 他可以去 但他没有资格讲安全的议题 他没有资格 所以他越权了 这就是为什么Michelle 比他地位高很多的 因为Michelle是总理级的嘛 那冯德莱恩是部长级的嘛 那总理级的你没看都不想跟他混在一起 是啊 所以他在那边强调的是欧盟跟菲律宾要海上安全合作 蓝老师你有看到他讲的那个内容吗 但问题就在于请问一下 欧盟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总统会听你的 欧盟是27个成员工共同组成的欧盟 那军队在哪里 军队啊 就是各国都有他的军队 那军队决定前指挥权在各个国家的元首 那各个国家的元首管你啊 所以你越权了 也就是说你冯德莱恩你越权了 你没有资格讲我的军队 你完全没有资格 因为整个职长里面就是没有这一项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人帮美国人 如果套用基庭的话 他就是美国在欧盟的特务 Paul Keating是前澳洲的总理 然后打个岔 所以他可能不是代表欧盟 他是帮拜登去讲 因为美国的筹码用完了 现在他想用欧盟的筹码 然后美国的官员都在忙是不是 所以就请冯德莱恩现在比较有空 去个两天 总不能够再来一次吧 那再来一次 那是要怎么玩呢 你说叫贺锦丽也好 或是叫奥斯汀再来 然后再来跟小马克思讲了半天 那要怎么玩呢 小马克思那你要拿出多少东西来 让小马克思再转过来 然后杜特蒂如果一出手又转过来 那你美国不是越来越难看 都被两边打来打去 一会打左脸一会打右脸 打到头都昏了 所以现在就找冯德莱恩来 那冯德莱恩做了一件 欧盟不可能同意的事情 因为他们没有权利 是所以他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口头上 来释出这个讯息 释放讯息 但是真正要具体落实是非常困难 而且其实他还讲到 叫Global Gateway 这个是全球门户 全球门户我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呢早在2021年当时就已经提过了 然后我还特别去查了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就说要拿出3000欧元出来 要帮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 但是那已经是2021年的 3000亿 3000亿对3000亿 结果咧 结果他现在还在推销这个全球门户 全球门户其实就是在对抗 中国的基础建设基建 一带一路嘛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欧洲版有一带一路 可是已经喊从2021喊到现在了 之前是说6000亿美元欧元 后来降到3000亿欧元 可是大家还是在问一个老问题 第一个老问题就是钱哪里来谁出 第一个就是钱谁出 欧姆没有钱要各国给 第一个 第二个那这个分担怎么分 你拿多少我拿多少 第三个那个工程谁做 我如果德国给多钱的话 工程是我做还是法国做 那这个钱是给法国用还是给我用 然后第四个就是那建设公司在哪里 基础建设公司是你出还是我出 所以您可以说 然后再来就是那你要不要 对方国家的主权那个担保 不然我到你菲律宾去做 那我帮你做的时候 那你菲律宾你要提供什么你的主权 因为不然我花了5亿 或者我花了200亿 那你要拿什么主权来担保给我 那担保给欧盟还是担保给德国 还是担保给法国 哎呀这个那张嘴啊那个饼啊 画饼画饼画的大大的啦 但是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曼宁呢 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很实际嘛 所以菲律宾也要看清楚才好 但是当这个冯德莱恩在菲律宾 在奔忙的同时 其实呢这个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呢 画出了1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禁航区 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呢 红色这个区块嘛 哦是那么呢这个 我们看到其实也有一个越南的媒体 那么在这边分析 特别还在这个推特上面说 认为这个是飞弹试射 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赖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图说 对这个就是一个导弹试射图 我觉得很明显的画出这个区域 就是告诉你相关的国家都可以来看 所以一定有很多的国家会像美国 日本他们会派出他们的情报船 到这个区域来 然后在那边监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知道中国的导弹的设计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图 而且在更换司令跟政委的时候 马上举行这样的一个导弹演习 对 其实就像世界各国 也像中国大陆所有的人 那么释放出一个讯息 是 说 胡建军领导人更换 不会影响他们的任务 还有他们的作战能力的继行 一点问题都没有 是无缝衔接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讯号 因为领导人刚刚更换嘛 就是发布新的司令 发布新的政委 然后他们上任了 开始组织这一次的这个导弹射击 而这个导弹射击 它可以告诉你 就是区域拒止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也就是区域封锁 也就是说 您想想看 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那往巴士海峡这个移动的话 是不是就封锁了整个区域了 往这个地方移动就整个封锁了 整个这个台湾海峡的区域 往北的话就整个封锁了 可以把日本的整个航线 都全部都切断 对它因为它其实是有在东海南海 是的 有划设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分别划设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这样一算的话 多达对就是这个红色的小框框 就是10万平方公里之大 那同一天都被划设 然后它是持续从7月29号 到8月2号之间 是这个航行警告 当然那从这个范围呢 也有这个大陆军事迷 那么就联想到说 大家看到这个解放军 其实在2020年 当时曾经呢一边是从 你看左边这条线就是从青海 然后右边这条线是从浙江 是的 朝同一个地方的海域 在设设反舰飞弹 是的 他们当时估计 这个很有可能是东风26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的 沽山或是东风21 他们认为说应该是属于 2500公里左右的 这种区域巨子的反舰导弹 就是打这个移动的大型船舰 然后美国确实也有派 情报船到那个地方 然后中国的把船在移动的时候 这个导弹就是在2000多公里的 范围内命中目标 是 所以美国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确认 中国的这个打击2500公里左右的 这个水上的活动船制是准确度非常高 速度非常快 而且超高音速 那现在很有可能的命中力会更准 第二个呢 这个它的速度可能会更快 因为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 那也就是说又进步了 然后所以中国大陆再试设一款给你看看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要告诉你 你无法拦截 最主要的 对你无法拦截 所以美国当初啊 那个他们说 哎呀我我只要压上六个航母战斗群 对 就可以把你中国打破 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是啊 那中国 中国就是你来看看嘛 所以这次演练就是告诉你美国 你来看看 还有 船上移动的大型船舰都可以打得到 各位 你在海外射的军事基地有哪个地方打不到 所以你在澳大利亚射的两个空军的新的军事基地 对 一定可以打得到 你在日本 你在菲律宾 因为美国还说 哎我在菲律宾也有四个新射的四个空军基地 所以我在那地方有导弹 可以攻打到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是告诉你说 你的导弹基地我一样可以把你打掉 他主要是要告诉大家 这件事 那你菲律宾 你自己本身你要不要承受 如果你今天让美国的核武进入菲律宾 你菲律宾就是中国大陆核武的攻击国 对呀 其实日本最近也很有压力呀 你看这个中俄联合在这个海上这个巡航 说一共加起来是十艘舰艇 然后穿越了这个中古海峡 又来了 这个演习都还没完 应该说刚结束 然后就开始去那里绕啊绕的 这个其实以后会越来越多 可是这次穿越这个中国海峡的十艘军舰他透露了什么 哦这个讯号当然很强烈也就是说 从安倍晋三一直到现在的岸田文雄 特别是岸田文雄上来了以后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强调 对啊他是封城秀吉啊等等的啊 他一直在强调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 然后呢他跟美国靠得非常的近 而且在军事方面他提高了他的国防预算 对啊防卫预算到GDP的百分之二 对啊然后呢他本身还要建立更强大的啊 这个作战部队对好 那他也不断的参加在南海在菲律宾四周的军演 哎日本真的无意不语哎对哦他而且他也参加美国所有的军事组织 对好那他摆明了就是我就是针对你中国干 对那中国大陆现在就告诉你说那我也开始针对你日本 对啊来你既然这么听美国话那就对对你日本就不客气了 而且你的防卫白皮书写白了就是针对我中国对 而且你的防卫白皮书一点都不客气 而且凶狠的不得了那么直接就是针对我中国 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中国大陆就展示我一个战区 也就我北部战区的军力就够你一个整个国家的总军力 因为日本的国家总军力不到25万人 中国一个战区的兵力就三四十万人 你是说东部战区吗 北部 哦北部战区 对所以这次是由北部战区来负责 那这次北部战区就派了五艘 五艘 这个导弹驱逐舰跟护卫舰 还有一艘补给舰 对那就先到北部去 那当然是海空联合军演 是所以空军就直接飞进俄罗斯的机场 对进行转场 是那海军就在日本海的中部 靠近日本的区域 大概两三百公里左右 对跟俄国来的舰队就举行了联合军演了 那空中就从这个俄国的空军基地直接起飞 所以在这个地方举行海空战争的联合军演 对 结束以后中国的军舰就到了海上尾 那到海上尾就等于是向美国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息 是俄国的军港 中国也开始在停泊使用 而且可能应该有一些补给在上面 接着呢跟俄国的舰队就同时进行第二波的 因为其实是同一波的做法 对 也就是说过去的军演 就是演练结束以后就开始联合巡航 那这次的联合巡航 就穿越了中国海峡 就是北海道跟撒哈林之间的那个海域 就是我们讲北方四岛 北方四岛 撒哈林 对那这个地方那你想想看浩浩荡荡的十个十艘舰艇 这个每一艘舰艇上面都有几十枚到上百枚的导弹 那意思也就是说可以打几十个到上百个军事目标 的这个每一艘那个每一艘战舰 那你想如果再加上他有弹药补给船上去的话 那他打完了还可以再补上去 那不得了啊 所以战舰 而且战舰基本上来讲在海上的时候 是很不容易被摧毁的 哇所以他那种态势就是我随时都可以来打你了 如果你真的要怎么样的话 对的而且呢绕着你的全境走了 而且那已经开始要绕到白链海峡到俄赫斯卡海峡 在未来很有可能也会进入美国的海域 然后当然对于横须或金港等也会在外海 他的外海中开始做联合巡洋 那最后可能会绕日本的一圈 然后再各自回去 对那所以蓝老师其实这个情况的话 那澳洲难道看不明白吗 澳洲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看到好像跟美国一起要加强国防军事方面的合作了 方方面面的他们尤其还看到美国这边呢还说哎我要帮助你澳洲是在 2025年还要什么做这个导弹的这个工厂 那意思好像是我美国要来帮助你澳洲哎 你澳洲才几万几千万人口 对两三千万吧 到底是在帮澳洲还是帮澳洲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那你澳洲要跟中国大陆打架 人都压死你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问题就是澳洲认为 美国愿意把导弹的技术给他 那这个对他来讲他就赚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想法跟你澳洲的想法不一样 美国的想法他是认为说 我要引导你们来帮我打前锋 所以美国的战略讲得很明白 他说我的印太战略完全依托于我的盟友 那他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对付中国要跟中国打架 那他要跟中国打架 所以他要依托于他的盟友来跟中国打架 其实这个态度很简单 就是你们打第一线我打第二线 那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美国主导 但是一旦开火之后美国会退到第二线 因为第一线就是你日本韩国菲律宾 就在中国的周边 菲律宾到底怎么能够有拿那个能耐 打到第一线呢 对美国人来说的话无所谓 因为如果能够尽量的去消耗解放军的力量 然后你日本人死多少 韩国人菲律宾人甚至到第二线的时候的 澳大利亚死多少关我什么事 对所以澳洲现在呢 他觉得说反正我可以拥有这个导弹的技术 对我来讲是加分的 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其实事实上你已经变成了 中国大陆很可能的剑拔 因为你在这边帮美国来生产导弹 为什么美国现在需要是因为它的不足吗 我看到有分析就是说美国现在根本没有准备好 因为它有两项军备是根本不够的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在讲2025啊 2025到底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现在美国你看动不动都在讲2025 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不谈政治战略 经济战略好了我们只谈军事战略 是美国他们发现他们目前来讲 因为乌克兰战争一发生以后 他们就会发现说 我能够提供给你炮弹多少 结果他们计算的结果 他们一个月只能生产三万枚 三万枚 他们后来发现不够 他们一个月应该要生产七万枚 如果要跟中国大陆交参 所以他要增加两倍多 对结果他们也发现 他们的155炮 因为在实战的 做成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这个使用量很大 然后美国也发现他们不够 不够的经济该怎么办 他们要增加五倍 百分之五百 哇五倍 对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要扩大这么大的生产线 对 美国自己发现他本土做不到 做不到 所以他找澳大利亚来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炮弹做出来了以后 都要堆在美国那边吗 还是分布堆放 对 所以分布堆放会比较好 所以一部分就堆放在澳大利亚 对 一部分就堆放到韩国日本等 一部分堆放到菲律宾 所以他的演练区里面 就在中国的四周 就堆放的这些 那就就地就由你澳大利亚生产 然后就直接卖到这个地方 可是是卖吗 还是他自己国内买 所以你美国的军工企业 就必须要 例如说洛克希的马丁等等 我去帮你做 然后你国防部需要跟我买 然后你政府就要再编略预算 然后美国老百姓就在付钱 就是这样玩嘛 好好 就玩这一招 好 但现在你看哦 美国当然都是在打算盘 打得很精 可是呢 最近我们却发现说 你是很会打如意算盘 但是真的不要把其他的国家 通通当傻子 大部分的国家还是傻子 是啦 那最近连踢了三个铁板 因为那些国家不是傻子 可是跟美国站在一起 那些国家都是傻子 我们要跟大家说说 到底是哪三个国家 让美国包括布林肯 还有防长奥斯丁踢到铁板 分别是在哪里呢 分别是在纽西兰 纽西兰的外长 打脸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另外东家的领导人 也打脸了美国的布林肯 然后另外还有巴扭 巴扭呢 其实现在防长奥斯丁 其实也去了一趟巴扭 可是巴扭的领导人 也还蛮聪明的 赖老师 对 先谈一下纽西兰 因为美国人怎么给他设局呢 美国人说这样好了 因为他们说我们的额克斯 是开放政策的 我们这个核武俱乐部是开放的 但是只限于我们的 安古萨克逊族的 你非我们族类就不能来参加 而且我们是核武的 但是我的门是开的 对 我的门是开的 那怎么加入呢 但我只能是核武 可是纽西兰是非核政策 是啊 他都这样好了 我把奥克斯拆两半 对 你加入非核武的那一半 对 这是他们叫第二支柱 对 就是非核武的那一半 嗯 那他在欺负这个纽西兰的智商 是 可是问题就是纽西兰的智商比美国很高 纽西兰就是说 对不起我不会出卖我的灵魂 对 所以你这一招没用 这就踢到第一个铁板 是 那第二个铁板呢 他就跑去东家 嗯 跑去东家呢 就对东家的领导人 对 就开始说三道四了 嗯 说你不要跟中国大陆来往 你跟中国大陆来往了 他给你的钱啊 帮你做这个基础建设啊 对 那么都会让你贪污腐败 哎 是啊 东家的总统 你在指控我贪污腐败啊 对 然后他说 他们都在做陷阱 对 会让你的这个破产 对 东家说 做陷阱 我现在开始还债了 嗯 然后他就说 那你还是不要跟大陆来往 嗯 他就我们跟大陆很好啊 嗯 然后所以 然后后来 那个美国的媒体说 哎 布林肯 你的 建他的那个场馆都是中国人盖的 上面都有中文呢 是啊 啊 所以 那布林肯去煽动东家 对 结果呢 踢了铁板 也不成功 然后就奥斯顶分配任务了 对 他就跑去巴牛了 对 他就跟巴牛说 这个 我不会永久使用你的军事基地的 嗯 我是跟你刚才是军民两用 然后 军人可以用 民间也可以用 对 但是呢 我美国不会给你设一个我永久的军事基地 嗯 那巴牛是觉得说 给你使用 那我怎么办 对 那我跟中国关系很好 我怎么要得罪他呢 是啊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然后奥斯顶去的时候 那他们就说 那你还是钱拿出来嘛 嗯 好 那问题就在于 嗯 他能拿出多少钱来 对 然后画了一个饼 嗯 说我这个预算 编了九亿多 我是要给南太平洋导国的 可是南太平洋导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然后他说哎 我这是强迫性预算哦 嗯嗯嗯嗯 五年 支付 嗯 可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拿到钱啊 是啊 就美国一直都是用说的 用说 但是真正要他拿钱的时候 慢的不得了 而且其实你刚讲的八牛 我们看到呢 有美国海岸警卫队 说没有八牛的官员在场 说也可以怎么样 在专属经济区登上中国的渔船做检查 这个是路透社在7月31号的一个报导 真的是Cost Guard他们没有权利 没有八牛的官员在场 就可以这样 什么 还说是涉嫌在专属经济区从事非法活动的 外国船 哇 这个扣中国的帽子了 他是这样子了 因为那是属于八牛的专属经济区嘛 对 那美国现在要带八牛来执法 那是违法的 但是因为美国人他无所谓 是他说哎我没有参加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 我无事与联合国的海洋法公约的存在 所以我爱怎么走就怎么走 好那问题就在于 你试看看嘛 到时候中国大陆几百艘把你围住 看你看你怎么玩 然后逼得到最后中国的军舰去复航 对 那这个很难看 复航的话那更大的船 那就中国的大船军舰去撞你的小船 因为光是靠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其实就比美国很多Cost Guard的船 还要来得更新更大 未来中国的船当然就要去了嘛 去了以后当然就要就地补及嘛 那当然就可以跟所罗蒙或是其他的国家 好好谈一谈中国的船舰 在那地方补及嘛 那不是军港就建立起来了吗 对啊 所以就顺势而为呀 就顺势嘛 因为中国的军舰到了以后 总是要就地敦目访问一下 我们不针对第三国 是 木林访问 哇你看看所以呢 就美国就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 就又把中国大陆给引来了 对不对 本来没有要去 但是呢现在就变成 如果真的美国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非去不可思 那以后就常常在那边走 因为一旦有军港有基地 然后船破就常驻 常驻的话大小船就都在那个地方 那以后因为那个就变成是 从那个地方起点 然后画一个作战半径就可以了 是啊 所以大老师其实刚刚我要问 就是2025那怎么回事 是美国有这个分析是不是 美国有一个叫做空中机动司令部 司令 然后这位司令在2021年的时候的秋天了 那么他在他们的内部演讲里面 就是说要针对中国好好的干 然后他们说你每杀死你的敌人 就是杀死中国人会让你的日子过得更好 这是他当初讲的那些话 坦白说是很纳粹的 然后在21年去年的时候啊 这是2022年的事情 2023年就是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个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后来洩漏出去了二十几页 洩漏出去以后美国武将大社就说 哎那他不代表美国国防部的意思 他的备忘录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要预备2025年的时候跟中国开战 所以我现在要把我的军队 我要去撤他的极限的作战能力 而且呢我们的目标就是2025年把中国打掉 然后美国国防部就装的说 这不是代表美国国防部的意思 可是在七月份就是在上个月 5号到21号 美国举行太平洋演练军演 美国举行太平洋军演的时候呢 这个司令就动用他十几万个军人 就在这个地方进行他的这个极限测试的演练 高强度的军事演练 那测出他们的这个飞行员 跟他们的地勤人员他们本身的强度 那这个代表什么 如果你美国的国防部 是说这个不是我们的意见 那你不会批准他的这个计划的 可是呢他就在这次太平洋军演中 他在测试他的极限作战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那就代表美国的国防部其实是支持他 只是他是在松懈中国的警戒心 那也就是美国在准备 2025年的这样的一场战斗 或是在那一场战争 因为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我如果没办法把中国压下去 而中国在2035年超越美国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有一些军人他们的主张 就是说我们就把他打烂 那要把他打烂怎么办 就要把盟国都拉进来 所以美国现在你看布林肯 难怪美国这么急 布林肯跟奥斯顶 就在7月29号在军演的时候 到澳大利亚签了这些合作协定 而这个合作协定的时间点 都定在2025年 对啊 这绝对不是巧合 说2025年开始量产 都是2025年 所以我才估计 美国的作战计划 预估是2025 最迟在2027 不是台湾问题 是中美交战 那用什么做引子 用台湾做引子 那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他就会互制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情况 在台湾这边挑弄 然后激起当中国大陆 不得不反应 在这个时候美国就介入了 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